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对于80后90后00后的华人来说 胡海权这个名字您一定不陌生 总有一首他的歌曲点缀了您的学生时代 是您某段青春回忆的伴奏 而如今他仍然活跃在音乐界 推出了不少风格多元的作品 这一次胡海权作客SBS中文普通话演播室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正式的问候一下每位澳洲朋友 作为期待已久的这次的巡演终于到来了 所以我到这儿特别开心 那您这一次刚才也说了澳洲是为了巡演 那希望这次巡演能给澳大利亚的听众们带来一些什么呢 我想在澳洲朋友呢 也有很多是熟悉我的音乐的朋友 毕竟我写歌出道有大约快30年时间 所以呢很多的70后80后90后00后的朋友 或多或少都听过我的作品 那如果在现场能够听到表演的话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也就是说我从你的耳机里走出来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现场音乐的魅力 所以现场音乐会的那种互动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能够跟我的听众 能够真的是在澳洲这么远的 离家乡很远的地方 但是能够充温很多共同的回忆 您刚才也说了可能是您的音乐是70后80后和90后的共同的回忆 那这一次就是主要是主打一个回忆的和情怀吗 还是说都有吗 其实很多作品啊 它其实自然而然的就留在大家心里了 所以我也不是说我只是用来怀旧的 而且呢这一次带来很多新的作品 包括今年刚刚发行的新的专辑 所以呢在不同的时代 我有不同的创作 我也希望说自己的属于此刻的我的创作状态 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台上去做这样的分享 我也不希望只是大家只听三十年前的歌 二十年前的歌 所以一路陪伴我的听众 我会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 所以现场肯定大家会希望听到自己小时候 或者是说上学生时代时候听到的作品 这我也特别理解 我也很开心 尽管那些歌可能我唱过很多遍了 但是在舞台上每次表演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那这次有带来一些新的歌 那会不会担心新的歌 比起老的歌对听众来说 没有那么属心 我想这是必然的吧 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自媒体时代 甚至很多作品发表以后 可能大家如果算法没推送的话 根本就听不到 所以这次的表演的意义 我也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重新来种草 让大家有机会能够听到新歌 如果真的喜欢的话 那这些新的作品也会有新的生命力 那胡老师这是您第一次来澳大利亚吗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 但是应该是第一次做自己的演唱会 这次也是第一次到悉尼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在悉尼的体验 对悉尼的初印象如何 就是如同自己看明星片上的样子 对 然后很多地标 很多打卡的地方 然后很多游客 而且悉尼也是一个很开放度很高的城市 我看就是不同的文化 很多原话在这里都能够共荣 我特别开心 我看街头到处可以看到黄色的面孔 所以我想说未来也许我可以多来这边做演唱会 对 那澳大利亚对您来说 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您好像正在开拓澳大利亚的音乐市场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您也是有挺成功的商人来着 好像澳大利亚也到处都有您投资的目标和足迹 那倒不一定只是说有这么强烈的诉求 因为我可能是对商业上的东西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方法论 还有不少年的经验 但是这次来主要还是来做音乐分享 但同时作为一个做投资的人来讲的话 他会有一种天然的嗅觉 所以我走到哪去 除了去讨论音乐 可能也会大量的吸取这边的一些信息 然后跟本地的很多商界的朋友去做交流 然后了解他们的想法 他们在做什么 以及讨论未来作为一个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之间的 有更多的这种紧密的交往之后 有哪些新的商机 可能不是我主要诉求 但是可能或多或少会创造新的机会 目前为止秀探到哪些聚取的机会了 当然房地产不是我的选择 但是可能未来文化交流上的 我们非常擅长的专业本业 其实有大量的未来的业务可以做的 包括自媒体的 包括我们说中国的供应链的出海 未来自媒体电商在这边的拓展 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方面我也是深耕了数年 比较有经验 那我们看到您在完成一些音乐创作和表演的同时 也在经营着一个相当庞大的商业的一个运作 非常有影响力 平时怎么平衡音乐创作和商业管理方面的 最重要的是人 任何的商业的想法 创意的想法都需要人去实践 需要团队去实践 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力量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商业创建 或者是创新能力的助推者和串联者 大家可能在网络上可能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讯息 或多或少是有真实度 当然也有部分都是虚构的 我也不做更多的书名 但是我想我做了非常多的商业上的场势 过去在管理附近投资基金的时候 也接触了非常多的项目 但在这过程中我想 我不是一个所谓的幕后推动者 但是我是一个幕后的助推者 也就是说我可能不是创业的主角 但是我是来辅助的 因为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包括资源能够帮到很多创业者 也包括我做了很多年的文化公司 就是做一些推广新的艺人 版权的音乐会 还有节目 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以及价值观的导向 它不止纯是这个在商业上的导向 所以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所谓的收益人 我只是兴趣爱好比较广泛 所以您在您的心中 把自己还是定位为本职的一个歌手和创作者 对 我觉得目前我身上 在现阶段人生最重要的标签 一个是做音乐创作者 一个是其实做很多的社会公益活动的 这部分其实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和精力 那这次来到澳大利亚 好像也是深入到了澳大利亚的华语音乐的市场 那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这个海外的华语音乐市场呢 其实澳洲是华人聚集地之一了 而且在上个世纪到现在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华语的族群 带来了不同的华语的文化 因为我们中华文化其实也很丰富 北方的南方的包括东南亚的 其实都不一样 这几十年来 来自祖国大陆的新移民 包括在这定居的或者是在这工作的朋友 还有留学生特别多 所以我作为一个出道了可能二三十年的 在中国大陆成长的流行音乐的人才 那可能需要的就是更多的几人 就是推广现在这个年代的中国大陆的音乐 而且这边的听众也非常多 不同时代或者是有不同的需求 然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求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责任就是先把自己的音乐做好 寻找到很好的听众公民 然后这些作品是否能够辅为人心给人力量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文化上的共识 首先可能是自己熟悉的族群是更容易接受的 接着看出我们这些作品 是否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的文化的力量 去传递到其他的族群 其他的国家 能够让当地的这些外国朋友 其他民族的朋友 也能够喜欢我们的当代的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慢慢来的 这也是基于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和经济能力实力 这个未来一步一步来的事情 那会不会想通过和海外音乐人合作的这个方式 实现您刚才说的打开外国音乐市场的大门 对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种音乐的推广和传播 首先不一定有非常强烈诉求说 我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作为音乐人来讲的话 创作音乐本身是一种本能 然后跟听众在一起唱歌 他其实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和享受 除此之外 所谓的打开海外的市场 这个其实是 它是一个产业化问题 工艺化问题 它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问题 对于一个华语音乐人来讲的话 可能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会放弃 像澳洲 新西兰 北美 欧洲 这样的华语市场 但是它不是我们其实商业上的诉求 我们只希望说自己 能够让自己的创作生命力能更长久 然后更多的人 在全球的华人 都能够对我们 有这个能够用音乐来去交流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再跟您聊聊音乐吧 您刚才说了出道有二三十年了 您觉得与刚出道的时候相比 目前的华语音乐市场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不光是华语音乐市场 是整个全球的 所谓的音乐产业都发生巨大变化 因为在这二三十年来 巨变主要是在数字化的变化上 过往我们说传播的载体 甚至包括信息交流的载体 它这个效率极大提高 所以过往我们听音乐 可能是一个花很多时间 物理成本很重的事情 现在在云服务的话 带来的这种无限量的海量的歌曲 然后即时收索 即时来收听 分类 然后推送 然后通过判断你的喜好 去推送作品 甚至有一半的AI的技术 包括甚至未来音乐的创作制作 和大量的音乐的这种 所谓的传播 其实也都是人工智能在做 所以其实有巨大的变化 我们甚至说原来叫做唱片产业 现在其实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播放器也不需要 要是云服务 自媒体的那种交互 成为了主流媒体 当然我们说传统媒体 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 但是因为这种自媒体的信息的算法 这种优势巨大的 不可逆的趋势 所以音乐的创作 制作 发行 传播 以及营销 种种都已经完全把过去都颠覆掉了 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首先他要学习叫自媒体营销 这是主流媒体 另外如何管理自己的听众群体的交互能力 还有未来是否能够更有效的去利用这种新的科技 去创作和传播 这都是我们必须面临的功课 那么过往的传统的音乐人的传统的音乐创作 制作模式 我觉得也是很有价值的 你比如说live现场是不可替代的 你再喜欢听我的歌 你只在耳机里面跟到现场空气的震动 群众心跳的共鸣 那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在一个颠覆的时代 每一个人如果找 如何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定位的问题 刚才您分享的这些趋势 在您看来 在您创作 以及管理和涉足这个音乐产业的时候 会不会相应的去迎合这个趋势 就比如说去迎合短视频时代 去做那些比较抓耳 比较病毒式 比较容易传播的旋律和作品 是 这一点其实是一个 整个音乐产业的人 都在思考的问题 它也不叫迎合 它就是必须要符合这样的变化的趋势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音乐 所以在现阶段的短视频 流媒体时代的那种 比较容易 我们知道魔性的那种 传播率比较高的音乐 它当然不是坏事 因为存在既有道理和价值 但同时我们不容忽略 就是非常有价值的 其他的音乐类型 需要沉浸下来 去仔细聆听的作品 它其实是跟这样的信息 传播的趋势是反向的 这种重力是反重力的 但是它同样有它自己的听众 你如何发现自己的听众 不是所有人只听短视频音乐的 而且短视频音乐 甚至有些时候 是把一整首音乐队碎片化了 它不能够完全表达一个 创作者的这种热情 和表达的价值 这个有些时候呢 既是需要音乐人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摆好自己的位置 选择自己的战场 但同时呢 听众们其实也应该有些时候 不能随波逐流 我想就是说 你基本上你的歌单就是排行榜 那肯定你就听到的 听到的都是贯头音乐 如果能够真正打动你内心的音乐 可能你就搜索不到 所以其实突破这个听音乐的信息减方 也需要听众朋友 有这样的一种自省精神 所以我感觉到 您在用一种管理学和传播学的理论 在去经营自己的这些音乐事业 是有这样的感觉在吗 我觉得必须面对这个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面对现代媒体的 自媒体这样的传播的那种速率效率 包括我们说这个俗称 是否能够洞悉算法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 因为毕竟音乐创作不是闭门造车 不是直接写给自己听的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 而且这个改变也是不可逆的 你就算逃避也逃避不了 所以也不一定是只是说用商业 或者是营销的思路 它其实就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 找到自己的听众和自媒体里面 这种交互 包括如何能够跟线下的演唱会的观众 去又回到线上去继续交流 你比如说这次做音乐会 我可能会在台上唱很多新歌 我就会鼓励大家说 你觉得这个好听 你回去赶紧去自媒体去搜索一下 放入你的歌单 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跑丢了 而且还同时还被我供限算法热读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 能够产生良性循环的事情 我们知道您的音乐风格 其实一直是很多元的 那您个人最喜欢的音乐类型 或者往往创作的灵感 是来自哪里的 这是两个问题 就是最喜欢的音乐类型 本身来讲的话 没有只固定在一种 所以我也不会只写一种风格的音乐 而且做音乐对我来讲是种爱好 所以它就像做实验 重复一件事情肯定是没什么意思 但是每个人的创作的理念 包括技巧 技法 也都有自己的惯性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事实上听音乐的广度 也决定着我创作的灵感的思路 但同时也会相对忌惮 就是一再的重复自己 这是不像出出茅庐的创作者 一腔热血 只要纯真表达就可以 是确实是需要多一份这种思考了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两种误区 一种就是一再的重复自己 变成误区 听众也觉得没有变化 另外一种就是只想突破自己 最后变得也不是自己 也不是大家期待中的自己 所以就找不到自己的 很恰当的位置 作为一个创作歌手 其实这两点是两个谋点 在中间找平衡来会摆动就可以了 音乐风格的话 其实我都喜欢 而且我自己 反正你看如果来我的音乐会的话 你会感受到 其实这个音乐风格真的很多元化 什么样都有 一会可以非常有劲的 跟着我互动 一会又非常安静的听我走心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 我是一个多元化的人 当然我在自己平常 一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可能我不会选择特别造的音乐 因为我可能会希望说 用更沉静的状态 然后自然而然的状态去思考 就不需要再用音乐去刺激我什么 所以在您看来音乐也是这种表达 而这种表达是需要回声的 音乐本身是人性的自然表达方式之一 舞蹈也是 绘画 后来还有了文学 把文学和音乐结合一起 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叫唱歌这件事情 对吧 这个事情其实是人的本能 就像大家就算你不是职业歌手 你也希望去卡牢可以唱两嗓子一样 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本能的释放 但作为职业音乐人来讲的话 可能就不能仅仅是本能 还有更多的思考 还有精力精神 您目前工作的重心是什么呢 对我来讲都是碎片化工作 我呢 这个物理时间上很难判断 哪个工作对我最重要 但是我们拍工作周期的时候 我可能会优先拍跟音乐相关的事情 你比如说同样两个真人秀节目来找我 一个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一个是没关系的 那我肯定会首选跟音乐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爱好 但同时刚才也讲到了 我现在做很多的工作 跟这个社会公益相关 那这部分的工作也算是优先级 我不想设定太多 未来一定要做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作中心 是我本心里面内心不变的追求 也是一个成长到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 找到发现的使命 所以它应该是不会变的 只不过就是实现这两个音乐 以及社会公益的方式和具体的方案不同而已 刚才您说到音乐 它是一种把跟上的事情 把音乐和文学性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论点 您会觉得您的音乐作品有文学性吗 那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中文流行音乐 我指的是中文流行音乐 中文流行音乐前提是中文 所以你看到能够穿越时代的经典的 中文流行歌曲 在数代中国人心中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品 它如果没有文学性是不可能 所以不管现在流行什么 但真正能够经过实验考验和历练的 其实是歌词里面策略出来的 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一些表达 而且那些甚至是普世性的表达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特别喜欢李宗生大哥写的爱的代价 我认为那个歌词写的潜入深处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龄 在遇到不同问题的时候 都有通过这首歌词 去得到释怀的解决方案 那这样一首歌的文学性就非常高 而不是我们只是说要绝去疗牙 但是说我们判断什么叫 把它当成一个学术问题 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如果中文歌没有文学性的话 没有人性的话 只是讲究这个旋律能洗脑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任何价值 对我来讲 所以您在创作的时候 可能作词和作曲 您会给它比较相似一个权重 我创作的时候 不会下这么多东西 我有的时候会先写旋律 然后去找到一个主题去填词 然后在比较早期创作的阶段 是更多的时候 其实我是写一首类似诗的作品 只不过它的那个结构和韵脚比较适合扑曲 然后就可能变成了一首歌词 所以没有决定性的东西 就是看你是以学旋律的方式 还是以文字的方式先入手 去想表达自己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能不能请您对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歌迷 来简单的聊两句 跟他们简单的说几句 分享的话 应该是首次的在世的隆重的问候 所有在澳洲的朋友 大家来澳洲多久我不知道 有的甚至是从这出生 但是我们通常是华人的话 如果你喜欢流行音乐 喜欢中文流行音乐的话 很期待的话 你点开流媒体自媒体 去搜索一下胡海权的音乐 因为我的创作 肯定不是别人的样子 很特别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 不仅仅是你印象中 电视机里 电台里的 那个胡海权的 那个单调的样子 如果这次还没有机会相聚的话 那我们下次也一定要在现场见一下 想在SBS当运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 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 感谢您的观看